今天正式跟大家公布了項目的命名 拍攝Season 亦都建基於第一期的銷售理想 我們都加快了推銷的部署 今天就落實跟大家公布項目的命名 因為累積到現在都買了八十半單 都見到很多項目的客人 我們看回首輪未計 其實見到最受歡迎的單位 都是一房和兩房 一房我相信介乎是四百五萬到五百萬 兩房就介乎是大概六百到七百萬 這些都是很適合一些小家庭 想吃錢買家或者是主要人性人 所以我們都加快拍攝市場的推銷 這次我們集中的模型都是一房和兩房 相對是更便宜的 還有我相信很符合剛才第一期的成交率 這些都是最受市場的追捧 所以在看第二期的全數單位應該的樓價都會低於一千萬 我自己見到 其實看上個月一手的消息 其實都是一個新高 有四千幾宗 都見到差不多有七成的成交率 其實都是介乎四百五十萬到一千萬 這個都是送於市場一個樓價來計 一個比較主打的成交 我相信透過我們新一期拍攝市場的推銷 更加可以吸引多些 這類的買家可以提升入市 我相信其實都是個樓市回穩 都希望可以繼續提供機會給一些有興趣的人士 盡快入市 至於這一期的價錢 我相信第一期我們都差不多 套現有三十四億七千萬 平均赤價都差不多 一萬四千九百元 我覺得這一期或者是 黑季節仍然紅一個市場的合理價 都仍然有五到十個百分線的差距 接下來的 我相信都能代我們和港鐵那邊 去商談我們推銷的價錢 不過就今天公佈的命名 我相信就很快 明天的 我相信都會繼續跟大家去介紹 我們項目的回應 和單位的設計 也都希望可以在短期內 我們上載我們的樓書 因為代理都很心急 因為我們剩下的單位都不多了 我相信他們都希望 發展商盡快 公佈多點資料 我們也希望 因為這個項目都是 加快推銷 都希望可以在四月內 安排到 我們PACSESION的 首輪發售 好 謝謝 今天價錢幾乎十幾年 會比它更高 因為這一期 其實單位就更加便宜 剛才也提過 這個位置的景觀也相當不錯 我相信 到時候價錢都會反映 那個環境官 和單位的面積的欣賞 等於計劃 剛才也提過 我覺得如果在日出康城 一個合理的市價 暫時來說 如果用CESEN PLACEMENT 我相信都會有 5-10%的空間 因為之前我們平均的成交價 一萬四千九百分鐘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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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快 最快 今個星期 今個星期 因為都剛剛做完CESEN PLACEMENT 我們都馬不停 但即刻去趕工 做我們的售書 或者一些重病 現在都成熟了 所以我們也落實 今天學會了 那個 明清的公佈 緊接地 我們希望 更快 就上載樓書 希望給多些 學目的資料 給準買家 和代理 我們也知道代理 其實手頭裡面 仍然有很多客人 在等著 一些一房 因為始終我們看到 上次 最搶手 或者最受歡迎的單位 賣得最快 都是一房 尤其是一房是四百五百到五百萬 兩房是六百到七百萬 這些就是 在市區 或者在港鐵站上 我相信這個方便 其實選擇都很多 而且有了第一期 我相信 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